被害人正在仔细挑选衣服 却魂然不知后背包拉链 已经被后方这名白衣女子趁膝拉开 之后更以架上的牛仔裤做掩护 伸手偷走被害人的皮包 幸好被眼尖的店员发现 上前制止并当场报警 警方将这名42岁的潘姓女嫌犯带回派出所调查 发现日前另一起同样发生在五分府商圈的窃案 也是他所为 据了解嫌犯锁定五分府商圈都是批发业者 身上会带有大笔现金容易下手行窃 因此除了将全案一窃到最前移送法办外 也提醒光阶民众 在遇到人潮拥挤时 对于自己随身包包更要小心注意 最好是放置在自己视线范围内 才能降低被偷被爬的风险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